众所周知,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索,依靠着了很多的手段,比如说太空望远近的观测,探测飞船经过漫长的飞行之后,来到目的地星球,进行着更详细的探测。 还有一种手段我们在地球就能做到,那就是观测云石,我们都知道,在地球的发展历史当中,曾经数次发生过云石的撞击,当然它们都没有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伤害,我们无法得知曾经的物种毁灭是否是因为云石的撞击。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现今残留下来的云石得知意气属于外太空的秘密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当今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五块云石,这几块云石有的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了,这些云石的历史非常的久远,甚至有的超过了人类文明出现之前,现在让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。 约克角阿弥西托陨石,约克角阿弥西托陨石是在澳大利亚东北角的约克角所发现的陨石,这块陨石的体积在约克角这个地方是最大的,而它也是原来迄今为止可以搬动的多位最重的陨石,达到31吨。 当时美国人为了运送这块陨石,专门建造了一条铁路,当时出售给历史博物馆的价格是4万美元,埃尔潮科陨石,埃尔潮科陨石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体型第二大的陨石,位于埃根廷的姆扑德尔赛罗陨石群。 1969年,当时的碳讯家们用金属探测器,发现了在地下深埋的埃尔潮科陨石,这颗陨石本是有巨大陨石碎裂而成的碎片,据说曾经有一个人想偷到这块陨石,不过最后失败了。 纳米比亚霍巴陨石,这块陨石是当今世界上重量最重的陨石,是埃尔潮科陨石的二倍,可谓是十分的惊人,它的重量在60度左右。 根据科学家探测,这块陨石已经有了百万年的历史,这是一块天然的铁块,现在它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。 巴库比里托陨石,巴库比里托陨石是位于墨西哥的一块,谋众在22吨左右的庞然大物,在1892年被美国的历史学家发现,并且最终凭借着奇特的形状,受到了游客的喜爱。 威拉姆特陨石,这块如今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陨石,是美国发现的最大陨石,本来是美国土著所供奉的神物。 曾经有个美国平民意图,挪动远石到自己的土地,将这块远石那为己有。 不过后来行几百路,却不失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